第85集 四名特种兵控制灯光广播 其他的人把我们的人和其他人隔开来 记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唐龙说完把手一挥 第一个走进了不断传出刺耳的众音乐 光线昏暗的门缝 当然后面的女兵立刻紧紧的跟在唐龙身后跑了进去 已经摊在地上的尤娜 呆呆地看着那个漆黑空洞的大门 脸色清白地抖动着嘴唇 她知道自己这些人完蛋了 为什么那些女兵会听从这个来了一天都没有 根本不可能熟悉的男人的命令呢 为什么他们不仔细地想一下呀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么做的结果吗 虽然自己也非常厌恶这样的日子 但是自己这样无依无靠的孤儿能够反抗吗 小小的一个连队能够和整个军区抗衡吗 埃尔西扶起尤娜 她当然明白尤娜现在的感觉 所以低声叹口气说道 我能理解姐妹们为什么会听从她的命令 因为她带给了姐妹们一种从来没有过的 被人重视关爱的归属感 尤娜神色呆滞地重复着 埃尔西的话 被人重视的 关爱的归属感 嗯 是的 你没有听到唐龙刚才说些什么话吗 他说的那句 我要把那些凌辱我的部下的男兵给灭了 还有那句 就是元帅凌辱了我的部下 我也会把他给崩掉 这些话虽然很狂妄 但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 更从来没有被人关爱过的孤儿来说 却是多么的震动人心啊 特别是我的部下这句话 从唐龙口中说出来的这话 让姐妹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归属感 因为我在听到这样的话后 也有了那种感觉 尤娜听到这些话 眼神微微恢复了灵活 他细细地咀嚼着艾尔西的话 在这一瞬间 他知道自己以往的管理方法错了 虽然自己一直用照顾孤女营的这个大意 让姐妹们忍受着任人凌辱的日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 自己这些人就算不顾虑孤女营 也不可能获得自由 因为自己这些人从进入孤女营的时候 就注定了这样的命运 也注定了带着妓女这个耻辱的名称 进入坟墓 尤娜不由想起自己的往事 自己一出生就是个孤儿 因为自己有记忆以来 就是生活在孤女营 那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自己从小就在各个面目猙獰的教官的教导下 学习着各种知识 其中关于如何取悦男人的知识更是主客 有很多小孩都被这样的 有很多小孩都被这样的教学洗了脑 甚至有人把成为一个最好的妓女 当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幸运 连同自己在内的许多小孩 通过教官疏忽大意连接着外面的网络系统 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 虽然不久之后被教官关闭了系统 但是这个时候 这些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善恶感 当知道妓女的含义时 自己和众多的姐妹一样 一边流着泪一边祈求 这不是真的 虽然大家都想离开这个地方 然而孤女营的警戒 可以和集中营相比 根本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 也有一些姐妹冒险连接外面的网络 把孤女营的消息传给了新闻社 但结果是 这些姐妹被那些教官凌辱致死 根本没有任何记者来这里采访 出了这种事之后 教官把对外接口消除了 也加强了警戒 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接触外面的世界了 接着 当自己年满18岁的时候 就和一大批同龄人被带上了运输船 虽然大家都是生平第一次乘坐 但是飞船里的人 没有谁会觉得兴奋 因为这飞船里面的人都被命令 把自己的第一次献给高贵的人 自己在下了飞船的时候 就迎来了让自己耻辱一生的事 自己被人打扮得像礼物似的 送到了自己负责的那个贵人身边 那是一个年龄足可以当自己爷爷的老人 后面的事尤纳没有了记忆 她只知道自己在那个老人吟笑着走近自己的时候 大脑就停止了运转 当自己清醒过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坐在运输机里了 而飞船内原本一百人的队伍 此时只剩下了几十个人 这些姐妹有的偷偷哭泣着 有的则神色麻木地待在那里 而更多的则是鼻青脸肿地昏迷了 从那些监视的教官口中知道 那些不在的姐妹不是被贵人要去了 就是被那些贵人虐待致死了 飞船把自己这些剩下的人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让大家休息 并给大家治疗身体的外伤 大家原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可是当大家的身体都恢复过来的时候 教官们再一次粗暴地把大家压上了飞船 开始了下一轮的送礼行动 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一年 以前遭到凌辱后还会哭泣 但慢慢地也跟大家一样 变得麻木不仁了 在一年后 当时自己那同一组的一百人 只剩下了十来个既没有被送走 也没有死去的人 而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一年后 才十九岁 就已经向三十岁的自己 被专门送到这个连队中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后 看到了自己的前辈 知道在成年后 第一次离开孤女营的一年后 没有送出去 也没有死去的人 都是这样被送到各地的连队中 自己妓女的身份 也被裹上了一层军人的色彩 变成了一名外界不可能知道的军纪 在这里 虽然依然跟以前一样 迎接不同的男人 但起码自己有了自己的时间 不用再被送来送去了 同时 那些军人要在特定时间 才能来这里 也让自己有了休息的时间 慢慢地自己 那为老先衰的容貌 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可能也许是幸运吧 恢复了青春的容貌 让自己不用再和那些低级军官见面了 接着 在年老色衰的前辈们 莫名其妙地失踪后 自己终于成为了 这个连队的最高指挥官 这个时候 自己知道了 自己这些孤女营出来的人身体里 都被安装了小型的 具有炸弹功能的定位仪 自己能够知道这些 还是因为一个承受不了压力 精神崩溃的姐妹 架着战机 跑出连队势力范围后 身子突然自爆 炸成粉末的缘故 当自己知道这些后 参照孤女营的一些事 在谨慎的打听下 终于知道了 孤女营的幕后老板 是个暗地里 控制着整个联邦的财政军大权 权力才是无人可及的神秘人 在知道这些后 自己也死了那份 祈求获得自由的愿望 死了那份心以后 自己开始想办法 让姐妹们有信心活下去 因为许多承受不住压力的姐妹 相继自杀了 于是自己就编造出 自己这些人这样做 是为了照顾孤女营的 那些和大家相同命运的女孩们 不用再遭遇 与大家一样的命运的谎言 这个谎言传出去后 大家开始变得奸人起来 甚至开始了有说有笑 平时那些军人没有来的时候 大家也开始了军事训练 有的姐妹更依靠着那些高级军人 对自己的迷恋 要来了各种装备 使得这个飞行连队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飞行连队 几年下来 自己这个连队 跟其他连队相比 变得很安静 再也没有人自杀了 在内部 这个连队的服务评价是最好的 接着 不知道是这个连队表现好 还是什么的 孤女营开始把财当了几次礼物 刚成年的少女提前送到这里 甚至有的时候 把不是特别美丽的处女少女 直接送到了这里来 自己还曾以为 自己会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 直到自己莫名其妙的消失为止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星系的最高长官 会突然把一个男军人派往这里 而且还是比自己高级的军官 更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只有19岁的少年 来了一天的时间都不到 就把连队的瓶颈给打破了 自己以前虽然看到了 姐妹们有说有笑的样子 但是自己却总感觉到 他们身上缺少了什么 自己虽然一直在寻找着 他们缺少了什么 但却一直找不到 直到今天 自己终于发现 姐妹们身上已经没有了任何缺陷 自己也终于明白了 他们缺少的是什么 那是活着的感觉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那个少年那句不知天高地厚 万分狂妄的话语 就是元帅凌辱了我的部下 我也会把他给崩掉 这句话虽然狂妄 虽然简单 但却表露出少年对部下的爱护之情 听到少年说这话的语气 和看到他说这话时的表情 没有人会怀疑他只是说着玩的 都坚信这个少年绝对会守护他的承诺 而这样发自内心真情的话语 虽然对普通人没有什么震撼力 但对自己这些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温情 孤苦无一的人来说 却是绝对致命的 也是会绝对甘心为了说这话的人 而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 自己原本是想让姐妹们活下去 才让他们忍辱负重 强颜欢笑 但是这却让他们失去了一个人活着的光芒 变成了一句行尸走肉 也许不管为了什么 真正的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吧 爱尔西看到尤纳眼中的光芒越来越亮 呆了一下担忧的说 大姐你没事吧 从思绪中清醒过来的尤纳 露出了一丝灿烂的笑容 对爱尔西摇摇头 我没事 走 我们也进去吧 他挣脱愣住的爱尔西的扶持 整了一下军服 昂首挺胸 走入了敞开的大门 爱尔西吃惊地看着尤纳的背影 他不知道为什么 大姐会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有点惊慌地 对一直没有出生的灵力说道 灵力 大姐怎么会突然变了一个人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大姐笑得如此灿烂 如此迷人啊 那个笑容好像是解除了所有负担后的笑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大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灵力看了爱尔西一眼 叹息一声 可能是你刚才说的话 让大姐有了感触吧 我们牺牲色相 拉拢的耳目 被唐龙这么一脚 可能都没有了 爱尔西愣了一下 当然他很快明白灵力后面那句话的意思 他笑着说 算了 谁能知道唐龙会这么变态试杀呀 一下子就枪杀了五十多个人 不过不知道怎么搞的 刚开始听到唐龙说杀了五十多个人 先是吓了一跳 接着就是涌起一股快感 爱尔西看到灵力没有出声 知道他正烦恼那些耳目的事 也就笑着用连射枪指了一下门口 说道 进去吗 大姐都进去了 能不进去吗 把手枪给我吧 说着灵力伸出了手 爱尔西也不多说 掏出腰间的手枪递给了灵力 然后就跑进了门里 而灵力则双手垂握着手枪 说了句 哎 倒霉 又要重新拉拢过耳目了 就也跟着走进了大门里 古龙云星系木屠星上的军官们都知道 在这个星球上 有一个名为SK二三连队的地方 但是他们却从来不公开讨论这个地方 而且私底下说起这个地方的时候 都是用那个地方来代替 他们根本不会担心伙伴误解 因为凡是说起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脸上都会露出知情人一看就懂的一种特有笑容 军官们也都知道 只要到了那个地方就可以尽情免费享受 多达数百名风情各异的美女们 那娇柔的身体 可是那个地方也不是什么军官都可以去的 据说除了少校以上军衔的军官会定期接到邀请外 能够去的就只有那些背后拥有强大靠山的军人 至于其他少校军衔以下的军人 则连见识一下都不用去想 当然那些获得邀请的军官也不是人人都是急色鬼 也有一些是正人君子 可是这些正人君子不是被那些美女迷住 从而抛弃正人君子的身份 心甘情愿的跳入这无尽的御海中 就是莫名其妙的失去了踪迹 据说这些失踪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都很气愤军中有这样的连队存在 并准备向外界揭发 这个SK23连队不像其他连队那样拥有几个世纪的历史 据已经退役的老军官回忆 这个连队是在30年前新编制的 至于为什么成立这样的连队 没有人在意 也没有人敢去查探 因为追究连队历史的人 不论此人是何种身份 都只有一个结果 失踪 慢慢的大家都习惯了这个连队的存在 他们不会去在乎这个连队 每年的新兵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在乎的 只是自己能够在这些美女身上 获得多大的快乐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85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熟悉SK23连队的人都知道 连队基地的A4区是个什么地方 那里是可以享受杂交的银械之地 知道内勤的军官们私底下闲聊的时候 都把这个地方称为爱之咖啡厅 这个SK23连队并不是全天候开放的 按规定一个礼拜只开放一天 而被邀请的军官则可以在连队内 享受厌服无边的24小时 此时SK23连队基地的A4区内 那些忍受了一个礼拜的军官们 在让人血液跳动的音乐下 在让人感觉到暧昧的昏暗灯光下 疯狂地追逐着美女们 他们一抓到美女就立刻凝笑着 撕破美女的衣服 并开始了让他们吟笑不已的动作 而一些比较喜欢炫耀的军官们 则在明亮灯光照耀的舞台上 陪钢管女郎做着不堪入目的表演项目 下面围着舞台的军官们 要么一手拿着酒瓶 一手在身旁的美女身上抚摸怪叫着 要么就不甘示弱地和身旁的美女 急性做着和台上表演的军官一样的动作 除了这些怪叫的军官们 大厅昏暗角落 也有一些没有女伴的军官 不过不要以为这些军官身旁 没有美女就是正人君子 你没有看见 他们这些男军官各自组成一对的 互相爱抚着吗 其中还有一个奇怪的景象 一些疯狂以后的军官疲惫地走到地际控制台附近的一张吧台前 卷起袖子 拿起台上摆放着的注射枪 抵在自己手臂上 抠动扳机 替自己注射了一种粉红色的液体 这吧台上摆了好几把注射枪 依照这些枪筒内的分量足够几千人用上好几次了 而那些军官在注射后都是坐在地上闭着眼睛很舒服地呻吟起来 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 整个人就又恢复了刚来的时候那种龙惊虎猛的精神 开始继续狂欢 这样的场景每个礼拜出现一次 这些军官每次都在这个基地呆足24小时 而今天他们才刚来还不到两三个小时 依照惯例 在剩下的二十多个小时的活动中将会出现比现在这样更为激烈的高潮场景 不过他们的享乐突然被打断了 原本让人兴奋不已的音乐消失了 可以让人抛弃自我的昏暗环境也消失了 整个大厅一片宁静也一片光明 暴露在光明下的是近千人摆出不堪入目的丑态 相信这一场景被播放出去的话 整个世界的人都会看得目瞪口呆吧 宁静没有维持多久 最早打破这片宁静的人 是站在舞台赤身表演的一个男人 他毫不在意自己赤裸的全身暴露在灯光下 反而抓着刚才在自己胯下成欢的女子的细腰 继续挺动身子 同时很狂傲地冲着门口大骂 他妈的 哪个王八蛋来这里搞事 老子灭了你 整个大厅非常光亮 反而使得门口变得昏暗了 所以在舞台上朝门口看去 只能看到几个模糊的影子 那些军官们听到这个男子的叫骂声 也一起朝门口的几个影子大骂起来 这些年来 也有些不懂事的宪兵跑来这里抓人 结果当然是宪兵倒霉了 所以军官们全都不当回事 甚至还暗自高兴 等一会儿有场好戏可看了 离门口最近的三个才刚脱了上衣的军官 一边显示结实的肌肉 一边骂骂咧咧的朝门口走去 他们准备把这几个打扰自己的人抓住 好好玩弄呢 不过他们突然下意识的停住了 因为他们看到那门口中间的那个黑影 在腰间摸了一下 然后单手对着自己这些人举起来 身为军人的他们 当然立刻明白 这个是拔枪瞄准的动作 他们三个刚想开口大骂 可是声音还没有发出来 就齐齐的瘫倒在地 大厅里的人全都呆住了 因为他们才看到那三个军官 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接着就看到黑暗中射出三道白光 然后那三个军官的头颅 就炸裂开来的倒下了 一片寂静的环境中 一个冰冷的声音传遍整个大厅 SK二三连队所属立刻离开大厅范围 那些发呆的女人们听到这话身子不由一震 忙抬头看看四周 虽然这一看让他们脸上出现了不解的神色 但他们也没有迟疑 立刻奋力的挣脱男人的怀抱 连衣服都没有穿 就跑向大厅四周墙角处 此时男人们才发现 大厅四周墙角处居然站着一百多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这些士兵全都把脸贴在手里提着的机枪的瞄准器上 并摆出战斗姿势 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些人 这些还不算什么 让男人们更为吃惊的是 那些女人们看到这些士兵居然毫无惊慌的神色 反而面露喜色的躲在士兵们的身后 因为一时不察被女人挣扎离开 从而把自己的男人象征暴露在灯光下的那个舞台上的男人 毫不在意自己的不雅之物在空气中晃动着 气愤的指着门口的那个影子骂道 你他妈是哪部分的 不知道我是谁吗 不但敢跟我抢女人 还杀了我的部下 不想活了 站在门口的唐龙 看到这个恶心男子的样子 不由皱皱眉 刚垂下的那只握着枪的手 正要再次举起时 突然被人按住 唐龙扭头一看 是刚才在门外阻拦过自己的尤娜中尉 不由更是皱眉 眼中也露出了厌恶的神色 尤娜看到唐龙那流露出厌恶感觉的眼神 知道他误会自己了 虽然想解释但又不知道怎么说 他看到唐龙眼中的光芒越来越冷 心中不由打个寒颤 唯心地说道 长官 下官不是想阻拦你 只是那个男人是古傲上将的侄子 请您考虑一下 说完就松开了手 唐龙听了这话 不由眯着眼睛打亮了一下尤娜 当尤娜被唐龙看得浑身不自在的时候 唐龙笑了一下 谢谢你的提醒 尤娜中尉大姐 在说这话的同时 头也没回的随手往后甩了一枪 那个舞台上的男人看到没有人回应自己的话 不由气愤地从舞台上跳下来 他才不相信这些士兵敢朝自己开枪 不但跳得很随意 也跳得很恶心 因为他是双腿张得大大的往下跳 所以他的命根子毫无折懒地掉在那里晃动着 突然间这个古傲上将的侄子 惨叫一声地趴在地上 明眼人在刚才的一瞬间 看到这个男子的命根子 被一道激光打得粉碎了 尤娜原本在听到唐龙的话时 脸色就沉了下来 因为他以为唐龙在讽刺他 而现在看到唐龙一枪把那男子打成重伤 脸色更变得死灰一片 他既震惊于唐龙那准确的枪法 也为整个连队将来的命运担忧 唐龙完全没有理会所有人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呼声 依然看着尤娜 当然尤娜脸色的变换落在了唐龙的眼中 唐龙脸色一正收起了笑容 语气诚恳地说道 中尉 刚才我向你道谢是真心实意的 并没有其他的什么意思 尤娜听到这话呆了一下 然后叹口气点点头 是的 长官 下官知道 他心中却无奈地想到 虽然已经决定让姐妹们过上拥有尊严的生活 但没想到 才刚踏出一步 就遇到了连队最大的危机 长官不但把守备司令的儿子给杀死了 而且还把古傲上将的侄子给 唉 不说古傲这个星系司令 就是木屠星的守备司令那一关 我们也过不了啊 怎么办 难道为了追求一瞬间的尊严 就要接受死亡的命运吗 尤娜苦恼地想着 其实他最在意的不是姐妹们的尊严 而是希望这些姐妹能够活久一点 因为他知道 要是那个幕后老板知道这件事的话 自己这些姐妹将遭受不可想象的苦难 他的目光突然转向唐龙 不久前因为埃尔西的话而开始转变的念头 又变回以前的意念了 因为他想到所有的事件都是唐龙一个人干的 只要把他交出去 自己这些姐妹应该能够免罪吧 想到这儿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间 当然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没有携带武器 他焦虑地像待在自己身旁的艾尔西和灵力使了个眼色 可是艾尔西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眼神痴迷地看着唐龙的背影 而灵力则低着头没有看见 尤娜忍不住地伸手去抢艾尔西手中的机枪 当他的手碰到枪身的时候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停止了动作 你他妈的呀 你居然敢杀了上校 几个陪那个男子在舞台上表演的男人 呱呱大叫着从舞台上跳下来 并朝唐龙冲过去 也真佩服他们的勇气 居然手无寸铁赤裸着身子 冲向握着手枪的唐龙 唐龙不知道这几个大汉是那个男子的心腹 他们为了不被迁怒 就算是死也要冲过来 不然他们的家人就倒大霉了 所以唐龙皱着眉头 因为他原本是想杀鸡给猴看的 可没想到自己杀了三个人后 居然还有人不怕死的冲上来 难道自己错误的低估了人的决心吗 唐龙虽然这样想着 但还是握枪瞄准 不过准备抠斗板机的时候 无数道激光从四面八方射出来 抢先一步把这几个男子射成了肉酱 唐龙尤娜等这几个站在门口的人都愣住了 因为那些激光是那些戒备状态的女兵们射出来的 尤娜看到这一幕苦涩的叹息一声 收回准备抢枪的手 因为她知道自己晚了一步 现在连队的女兵开枪了 已经不能算没有参与这件事了 原本女兵们并没有勇气开枪的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杀过人 而且虽然他们已经决定跟随唐龙捍卫自己的尊严 但在心底的深处 还是隐约觉得有点不安 这是长期以来压制下的不安 不过在看到唐龙把他们熟悉的 来这里玩乐的军人中 最有权势的上校干净利落的干掉了 他们全都不自觉的深吸一口气 又深吐一口气 在这一瞬间 他们心中那点不安感终于消失了 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 星系司令是不会放过这个连队的 所以在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下 他们对那几个跑动的人开了枪 这些善良的女子根本没有想到 只要把唐龙交出去 就可以脱离和这件事的关系 他们直觉的认为 唐龙这个长官有罪的话 唐龙的部下也是有罪的 叹息一声的尤纳张口想说些什么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 让他全身发冷的呆住了 因那几个大汉被射成肉酱的缘故 被眼前这一幕吓坏的男人们 开始惊慌失措的跑动起来 他们原意是希望找个地方躲避 而这本是人类的条件反射 很正常 不用觉得奇怪 但是这些军官们忘了 那些第一次开枪杀人的女兵们 还处在精神极度异常兴奋紧张的状态下 他们也忘了自己跑动的这些动作 会刺激这些女兵们 先是一个女兵看到好几个赤裸的男人 朝自己跑来 看到他们的样子 让女兵想起了最不愿意想起的往事 女兵受到刺激的大叫一声 抠动扳机 让连续不断的激光束 钻入这几个男子的体内 女性惊慌的叫声和那些激光的光束 像发令枪一样 让不论是仇恨这些男人的女兵 还是以为自己姐妹被人欺负了的女兵 全都一起抠动扳机 无可计数的白色光束 在大厅内交织出一张密密麻麻的光网 尤纳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当她看到一个女兵提枪对着地上的一具尸体 一边疯狂地大叫 一边狠命地抠动扳机的时候 身子一震才清醒过来 尤纳急切地抓住同样呆住的唐龙的手臂 喊道 快支持他们 不然他们会疯的 唐龙原本就没有准备把所有的人都杀死 可这些女兵却突然变得疯狂地把所有人击毙了 而且还丧失理智地对着尸体开枪 她完全被眼前的这一幕震呆了 她从来就没有见过 这些漂亮的女孩子居然会有这么猙獰疯狂的举动 听到尤纳的声音 唐龙身子猛的一震 她想也不想就朝地际控制室跑去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86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